凤凰 你怎么到我家了 什么 是姐 还醒了走 不是 他陪你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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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坐一节 你不让我动摸你 你还是能等到手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 我要回家了 你就这样做 怎么啦 刚才 那是我的初吻 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坏啊 以后你离我远点吧 怎么是你啊 你们两个认识啊 回来那两天收获还不小嘛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慢慢聊 我同学 挺可爱的 你是设计师 不像啊 请像 你要是有空 带我参观一下吧 好啊 来 你看 这套西装怎么样 我觉得很适合你的 而且大小也刚好 你怎么知道我迟针啊 我给过你吗 我是设计师嘛 不用你给的 我一看就知道了 版型款式不错 挺适合我的 那你要是真喜欢的话 我可以百忙中抽出时间 帮你缝制一套啊 答谢你那天晚上收留我一夜 好啊 那说话可得算数 反正 我从来不在外面买衣服穿 你觉得这设计厅里面 哪一套衣服比较特别啊 这件衣服怎么样 这件很特别啊 和这里所有的作品都不一样 你什么意思啊 你戳后干什么 明文莲 这是你吧 我对待垃圾 从来都是一种态度 你说什么 垃圾 什么是垃圾啊 太漂亮了 这是我今年见过 最好的一件作品 好吗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 因为我就是肖明 你好 肖老师啊 我经常听人提醒您的 不客气不客气 个子和剑是一样的短 看来个子高的人一定有高剑咯 在下愿意洗耳恭听 真正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作品 是简约而不简单的 这件作品 构思平平 而且盲目地追逐流行 取材用料和设计模式 也是笨拙的结合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流行理论的定义 就是大众审美倾向吗 像你这种非学院派的观点 你让我们这些设计师 如何引领时尚呢 看这儿 看这儿 这是你设计的吗 也是啊 小姐 小姐 这是我的名片 有时间跟我联系吧 来 先生 你好 这是一位小姐给您的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好 喂 答错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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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s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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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给您问过 张经理跟李宗盛 也是今天才知道李宗盛的事情 他说宁盛平时也不去公司 李宗盛呢 也不喜欢在公司里讲家里的事情 所以他 我在想啊 肖民这小子还真有点善良眼多 您的意思 他把宁盛当金字招牌来用 你想啊 人家一听说他是宁市集团的千金 无论是银行还是客户 谁不给面子 老听说李宗盛是商业奇才 可他这个当妈的 怎么连这点门道还看不出来 还置之不得 也许这正是因为人家嗜毒情深呢 那您看 密切关注一下 您连设计的服装用的是哪种不赖 您是打算 把他全买下来 一公分也不能剩 您是想让他做不成这单身业 错 正相反 我一定要让他做成 而且 还让他按期交往 你说很久 你也客人 我就敢做 也不不�格 我说你 你帮我找到很快 谢谢你 谢谢你 进屋坐坐 不了 这么晚了 我怕打扰黎阿姨和伯父休息 来 你也回去吧 好 那你也早点回去 拜拜 谢谢你回来了 谢谢你回来了 谢谢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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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尊重我的意见 给我一些理解呢 你自己已经决定的事了 我的理解有用吗 我的意见有起作用吗 妈 我不想永远依靠您和爸爸生活 我想自己出去闯一番天地 难道这样不好 这样不对吗 我希望 您能够支持我 鼓励我 你都长大了 好 我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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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太凌乱了 好 腰再收一点 就这样 收一点 现在客气一点 好 很连 您想最不好意思 我去做事情 好 坐我们拍 忙什么呢 还不是在忙这些设计图的事 游乐场那单活不是设计完了吗 对啊 我跟蔡林正在等肖老师都最会审核呢 哎 面料还满意吧 我帮你选的是质量最好的那种 其实啊 从你那挑就行了 你却不愿意 我那现在是没有那么好的 而且我帮你选的价格并不贵 谢谢你啊文佩 这么谢我可不行 这样吧 帮你现在的时间借我用用 陪我参加一个商业聚会 可我现在还有事呢 放心 我已经跟萧明打好招呼了 那我不能这样去啊 多丢人啊 这个还不简单 找一家时装店 买一身不就好了 正好我要跟你教练一下 对服装的眼光 好啊 就这么定了 我看你试试这件吧 这件都挺不错的 试一下吧 好啊 就这件吧 可是林小姐还没试呢 没关系刷卡吧 那好吧 那好吧 你看这条裙子怎么样 太漂亮了 是这里最适合你的 不过仍然无法展示你 十分之一的风采 来 披上这个我更好看了好了 一定得加这个吗 对啊 好吧 小姐 买单 你不是一直要谢我吗 穿上这身衣服 就算谢我了 那怎么可以啊文佩 我觉得 男人看到女人 穿着自己买的衣服 都会有种满足感 你就不能让我想 揉一下这种满足感 好了 快迟到了 快走吧 阿俊没见了 最近忙什么呢 干嘛呢 你现在 好啊 谢谢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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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哪个 真会抓紧实际啊 是不是只要是女人 不管好看难看你都行 长得还行 去你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刚刚我那个同事 说我的男朋友长得挺帅的 就是从来都不去接我 那我挺没面子 谁说的 每次我在你公司门口 躲你那么长时间 他没看见啊 瞎掰 那你下次去办公室门口接我 好不好 你有病啊我 我想走了 我觉得特别无聊 一群人弄得跟 真跟有钱人似的 你小心点嘛 你就当陪陪我好不好 那你给我拿点吃的 我饿 好啊 谢谢 嗨文佩 好久不见 嗨你好你好你好 这是 这是我女朋友 宁文莲 好漂亮 你好 你好 文佩哥 千千 千千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 宁文莲 文佩 廖主任找你 我马上过去啊 我先过去一下 千千 帮我照顾好我女朋友啊 放心吧 没问题 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孙千千 记得呀 你好 你好 刚从国外回来 生活还习惯吗 还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吧 好啊 哎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那我先走了 举尚 你等我一下 我穿着高跟鞋走不快的 举尚 你干嘛呢 你又生气了 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我想先回去了 你不要骗我 你为什么一看见那个女人 女的头就走 你认识她吗 你能不能不乱猜啊 我根本就没有乱猜 要不然你干嘛要走 你认识她吗 你喜欢她吗 你们早就认识了吗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好啊 你猜对了 我跟她有一夜情 我之所以不过去 是怕你尴尬 你满意了吧 我可以走了吗 你别开玩笑 举尚 举尚 你赶紧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啊 investigating 文猕 我想回去了 我有点不舒服 着什么急啊 吃过了饭我们一起走呗 我好送你啊 没有 我就是很不舒服吗 是不是我冷落你了 文猕 聊得这么开心怎么走了 大家都等着你呢 我马上过去 冯羕 不好意思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安琳 文沛 你女朋友真漂亮 千千千 咱俩结束了 你说什么 你不要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我真的会生气的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得到她 你想得到凌事 对不对 那我恭喜你太聪明了 我就是想得到凌事 你能阻止我吗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啊 就算你想得到凌事 也不用跟我分手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又年了爸妈吗 我 我懒得跟你说 咱俩 她不在用 还在哪里 зел净 爸爸 您觉得怎么样了 现在好多了 可是 医生还不让我出院 说是怕影响我的心脏 可是我一想到 公司那么多的事情 都压在你妈妈一个人身上 我就住不下去 爸 您别急着出院 您看医院的设备也齐全 医生也能二十四小时照顾您 您干嘛急着出院 安莲 你设计室那边的事情都完成了吗 今天晚上审核一过 就可以开始生产了 五天之后 哈尔滨游乐场的职工 就可以穿在身上了 安莲 爸爸觉得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有啊 爸爸 是不是还和你妈妈 耍小孩子脾气啊 爸爸 其实我知道 妈妈很疼我的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 跟她好像就没有办法交流 可能妈妈是太忙了 有时候我也想着试着去理解她 可看 温莲啊 妈妈爸爸 都是你最亲近的人 妈妈对你的爱 永远是博大的 是无私的 只是 她不太注意方法 你呢 又没有社会经验 在国外 也是住在学校里边 一点出事的经验都没有 所以你妈妈才拦着你 她完全是为你好 她完全是为你好 而你不管多大 在爸爸妈妈的面前 都永远是个孩子 嘿嘿嘿 爸爸 我知道 你看妈妈都很疼我 可是女儿总归有长大的那一天 construction 喂 艾总 我居然 萧茗娜的跟板员刚跟我说了 宁恒莲设计的服装马上就要下场 好 按我说的办 我找你有事啊 咱们能谈的吗 不能 那怎么才能能呢 要你的女朋友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恩怜 我找你真的有事 多点时间 快 想听我讲个故事吗 不想 那好 我说正事啊 你能有什么正事啊 我爱上了 想法您是孙天天品牌的衣服换到吗 嗯 告诉你啊 不是什么品牌的衣服 都适合你 我跟你印象就这么差 行 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我的行为和思维会失控 我可以做一个不衣服吗 去吧 你好不好 我先带你去哪里 去哪里 你也不带你去哪里 去哪里 你把身体呈那个 你什么不称之外 三号 三号 就是今天啊 对啊 我真想去哈尔滨看看 看看咱们的功夫 穿在他们身上什么样子 我比你还想去呢 这毕竟是我回国之后的 第一单伙嘛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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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功夫的面料出事了 怎么可能啊 这是一批进口面料的吗 对啊 船真的发过来了 过一遍水 缩水五公分 什么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这个面料 我刚才试了一下 肯定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不对啊这个 那可怎么办 这批面料是这批活里面 用的最多的 每一种功夫都用过 你问我 我正发愁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批衣服全废了 全废了 你别愣着想办法 都怪我 没有事先检查他们的质量 我我没有怪你 只是咱 咱想个办法不成吗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找文配 让文配尽量地帮我们 找一批相同的布料 那你呢 去一下工厂 通融一下 让他们能不能加加工 把这批功夫重新改制一遍 这样或许还来得及啊 那也只能这样了 找文配帮忙 然后 无论如何在游乐场 开业之前 把这批活给我赶出来 咱们丢不起这人 什么事 好 如果让文配在海城市 找到一公分这样的面量 你就不用来见我了 您放心 即使不关系到我的饭碗 我也绝不会掉以轻心的 我敢保证 到时候不要说在海城市 就是在全中国 他上官文配 也绝不会找出一块不渣来 你说 如果他从韩国调货怎么办 这我还真没想过 不会吧 运费那么贵 如果他真能从韩国调到货 他一定不会嫌运费贵 为什么呀 有句古话 命在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你跟物流处说一声 让他们把韩国 和金明后三天的飞机全给我包下来 如果上官文配找你 你就大谈特谈 油价涨价 说生意不好做之类等等的困难 总之让他急死 那我还跟他啰嗦那么多干嘛 我直接把话封死了不就行了吗 不 在他丧失全部希望的时候 你要拉开一个口子 让他来求我 您不是真的想要帮他吧 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我不仅帮他 我还只收他四分之一的运费 也就是说 比公路运输的价格还要便宜 那我们岂不是要赔死啊 不会赔的 上次进的那些部 除了经过特殊处理的卖给萧民 还剩下一些 正好做一批活 在本地加上运费再卖给萧民 还能赚三十万 有件事你要做好 那些缩水的工服 不能让他们私下处理了 让他们多缩几遍水 送到山区去 给山区的孩子们穿 那咱们包机三天 总得赔些钱吧 不会 你告诉他们 让他们承揽上海这三天 运往韩国的货物 把货运到咱们这儿来 然后再装飞机 再运到韩国去 这样不仅不会赔 反而会赚 只不过赚得少一些 我知道了 你和老李今天晚上 请韩国住中国的厂商代表喝顿酒 就说不用他们从韩国调货 让他们在本地把货卖给萧民 这样他们能得到百分之八的佣金 比在韩国国内拿的两倍还要多 记住 一定带他们去最好的酒店 居然 我现在越来越不明白了 现在艾总不想让商官文配 跟林家的丫头在一起 为什么老是让我们帮他们呢 这就是咱们艾总高门之处 他了解文配是个厚道人 绝对会跟宁恩连讲明 是咱们艾总帮的忙 你想到那时候 宁恩连知道咱们艾总为了帮他 下了那么大的本钱 那还不敢动死啊 这一招就叫做杀心器 不用出刀就把心给杀死了 学着点 对女人很宁荡 有道理 进来 怎么样了 我跑遍了群城 也没有找到相同的面料啊 从韩国进货 韩国 那得用多少天呢 我连续货运公司空运 空运 费用会很高的 旧场如旧火 人家游乐场开业 总不能让员工 穿着自己的衣服吧 费用的事情 公司账内消化一下 文配 我还是回去求我妈吧 你快去办吧 那好吧 文配 我不能让你为我承担损失的 恩脸 你不用管了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看一看设计方案 有没有需要再完善或者是补充的 其他的交给我好吗 张管总 明天的提供单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 文配啊 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 时间不多了 那我们先去提货 好吧 马上 快去提货 下来 走 谢谢你啊 文配 谢我什么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本事 是我同学帮的忙 他把货从韩国给我空运过来 而且只收了我公路运输的价钱 这家物流公司就是他的 我们海城市大概有二分之一强的货 都是由他运输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人缘非常好 哪一个同学有困难 都是他先伸出援助之手 那时候他还抚养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那孩子今年已经考上大学了 照你这么说 这个人还真不错 非常好 要不这样吧 明天我把他约出来 我们见个面 正好我要当面谢他的 好啊 你这两天怎么变乖了 下来班也不去找局上 妈妈 你别说 来 喝水 小心套 我被他甩了 别说他那么难听 两个人闹别人呢 是很正常的 我说的是真的 他喜欢上我们老板的女儿 谁 宁跟莲 没可能啊 宁跟莲这两天和我们佩在一起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两天我们天天在一起啊 他俩打得火热 准是局上骗你 嫌你缠得太紧 胡乱说的 哥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都是男人 我比你更了解他 你呀 听我的 跟男人相处呢 要讲究方法 不能由着性子来 不能刁蛮人性 这样局上怎么会看上你呢 你呀 真应该去 把自己变成一个熟女 哈喽 希克呀你 我来找你开心吧 是不是觉得很惊喜啊 你想干的事情进展怎么样啊 什么事啊 姐姐你个脸啊 你不就因为这个要跟我分手啊 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 你的本事我是知道 不过这一次好像不太成功啊 要是成功了你也不会站在这儿啊 那我应该站在哪儿啊 你应该站在我的身边啊 我也都不离开我 好了 啊 我们不分手了 和好了 别让你了 好吧 你打算怎么哄我呀 哎呀 我该怎么哄你 先去喝咖啡 然后呢 再去看电影 再然后呢 啊 随便你啊 我记得呀 这家餐厅牛排特别好吃 文培啊 真是谢谢你了 浙江的资金呢 已经打到我们账户了 真是挤了我们宁视的燃眉之急 想不到他们还真快 还有啊 这件事呢 我没跟你伯父讲 你也不要跟他说 好吗 他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不高兴的 因为我们宁视啊 从来没有向外边转让过股份 丽阿姨 我觉得您也不用多虑 转让股份是再平常不过的商业行为 一旦情况转好再买回来也不迟 怎么那么巧啊 女婿都去见丈母娘了 这算什么 结婚了还有离婚的呢 那你可要抓紧啊 万一他们俩的感情特别好 你怎么办 离阿姨 恩怜她好吗 她挺好的 恩怜这个孩子呀 从小就特别孤单 我跟你伯父呢 很少有时间陪她 我们的精力啊 全用在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了 对了 文佩啊 以后有时间呢 常到我们家做做 嗯 好的 妈 回来了 再画画了 文莲呢 以后有机会呢 请文佩到家里来做做 您碰到她了 是 她很关心你啊 这也是看在您和爸爸的面上 我觉得文佩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人有才华 品质又好 我觉得当今这样的男人不是很多了 真的 你应该珍惜跟他相处这样的机会 我跟你爸爸呢 对他都非常满意 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男人 这辈子会很幸福的 怎么不说话 啊 还没跟你说上学的事呢 听问你会觉得更奇怪 我和他同窗大学同窗四 从来没见得笑 可没有父母 平时就一个人死泡图书馆 真的 我和他同窗大学同窗四 文佩哥 浅浅 你刚刚说的是我们家局上吧 没错 来来来 坐 好啊 那边呢 好 恩连 没想到你也会在这儿 局上说约着跟你一起见面 没想到我们俩会在一起 你觉得我跟恩连在一起奇怪吗 没有啊 上次在俱乐部就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今天又在一起 而且恩连刚刚回国 没想到你们俩会那么熟 还说呢 上次在俱乐部看到你跟局上在一起 刚想跟你们说话 结果人就不见了 没有 那天正好我们俩有点事 所以就先走了 下次不准这样啊 怎么样 最近忙什么呢 还是老样子 都是在跟那些扭扣啊 拉链打交道呗 对了 一会儿是吧 对不起 我出去接个电话 咖啡这些 服务员 夏琳啊 你两分钟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就说有急事找我 你别问了 你就赶紧打吧 我改天再告诉你 好 我经常在这儿 对不起 接个电话 喂 蔡林啊 你有急事啊 好 我马上就来啊 你等着 对不起 我有急事 我先走了 赵真琪啊 局上 你来了 来 局上 你怎么才来 你看你刚来 我女朋友就有事要走了 你女朋友 对对对 我忘了 正式引荐一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 宁恩莲小姐 这位是我同学院局长 您好 宁恩莲 宁氏集团的大亲戚 好像是刚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吧 著名服装设计师 文贝你行啊 你小子一出手就是富家小姐 以后我得跟你沾光啊 行了 你别劈了快坐下吧 握住就不松手了 走 好 真没想到啊 还有人跟我一样有品味 把钥匙当箱链的 有品味 文贝 我有急事 我真的走了 别着急啊 我和文贝也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 是啊 没什么太着急的事 晚上我们去一起吃晚饭吧 好啊 局长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好像认识啊 我怎么能认识她呢 就是听说啊 我要认识她 你早就毕机会 你说什么 开个微笑 局长我告诉你 你可别给我捣乱 我找个女朋友容易吗 我跟你开玩笑呢 这样吧 一会儿吃饭我请客 算你赔罪好不好 当然是离请客 又来迟到了 迟到了还捣乱 不 她真的挺有品味 嗯 来来来来来来 人家人训上请客 我们大家一家亲情室啊 亲情喝啊 对 千万别客气啊 一定要多点 林小姐 你以为能放过你啊 文贝哥 恭喜你啊 找到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你有去过恩连家吗 还没有 还没有 接到恩连的正式邀请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 恩连长得这么漂亮 相信有一天 被别人抢走了 对不对 是啊 恩连 不用太正式 差不多就行了 我 我说了 王贝哥 说句话啊 自然说呢 你是我哥哥的老板 但是恩连呢 是我的师妹 你可不许欺负她呀 嗯 会的会的 一定会的 她说的就是孙雨 是千千的哥哥 恩连 前几天我就看董事长了 她身体好多了 应该出院了吧 对啊 怎么 董事长贵地欠安安啊 哎 文沛 那你可得进点床前笑逃啊 是啊 是啊 这的确是我表现的机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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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对不起啊 金金 哈哈 哈哈 你踢我干嘛呀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我 哎呀 讨厌啊 哎哎哎哎 你们俩干嘛呢 吃饭呢还打情骂笑呢 谁不会啊 恩怜 来 吃菜啊 来 喝酒 喝酒啊 恩怜 喝酒 喝酒 来来来 再见 今天很开心吧 踢来踢去是不是很刺激啊 你一心太重了 你这样下去我会受不了你的 我为什么一心重 你没有认识零一年以前 你跟我说过分手吗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要喜欢她的话 我可以跟你分手啊 我同意 我不同意 我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我就是分手 我只想是你的反应 没想到你真的想跟我分手 反应你就不要试了 我接近她只想得到凝视 仅此而已 那你会爱上她吗 不会 那你会爱上我吗 也不会 哎 纸巷 我也想试试你的反应 啊 你要努力啊 因为我不会爱上她 相反的 我倒有可能爱上你 外国家 还要扶着她吗 你不会爱上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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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爱上我吗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您不会爱上她的 你说 你跟菊尚以前认识吗 不认识 文佩 我也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你说 其实 我真的不适合见你的女朋友 我告诉你 我是怕你误会 妈 妈 我妈怎么会送你爸的车呢 你还不认识我爸呢吗 嗯 这样吧 明天来我们再吃饭 改天吧 你飘过来的一点声都没有 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 有什么事你说吧 这事吧 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 这样吧 晚上你到公益去 你不是自己也有钥匙吗 不敢呢 你说什么 我好像没听清楚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想吓死我呀你 你现在也跟我走 你分开我 你 您的脸 我有一种长处 尤其你不知道 我特别的善于 把不可能的事 变成可能的 而且对于你 欢迎你随时来印证我 这种特异功能 我可能很想要 你还要做什么 对于你 你还要做什么 对于你 吗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我有什么事情 我会做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我会做什么 1.2.3 我在这儿呢 我知道你在的 我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你有什么事你说吧 你不进来说吗 要不你先喝杯橙汁 然后再站回去 那天 你对我说 如果我再让你看见我 你的思维和行为就不受控制 那你接受吗 什么 我的爱啊 那天我告诉你 我爱上你了 我现在真是怀疑你的生意怎么做的 我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挺佩服你的 大家都说你是商业奇才 可现在我不这么想 我觉得你那些都是撞大运撞来的 因为你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你的生意上 而是在一些无聊的游戏上 谢谢你能这么夸奖我 好吧 不管是无聊的也好 还是认真的也好 这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接受我就行 我不会接受的 别扛着了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 你们女儿都这样 我挺能理解的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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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建议 你和我结婚之前 我会跟她了断的 我跟杯那边 你要跟她明确 你先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好 不能记我的名字 这样对你我只有我也没有力 我现在是想不到任何一个形容词 能够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那就选择平静我 平静地接受 平静地接受就说 我说的是真的 那个以前见到你 我就爱说 你觉得我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对吧 你看我今天的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说没有雨 这样吧 我送你回家 如果再到你家之前下雨了 你就无条件地答应了 可我 走 你怎么走那么慢啊 我可是快要到家了啊 道天爷啊 你不会真的这么对我吧 我就对你开开眼吧 你就算是哭 也给我哭出两滴眼泪来 来 别打扰我秋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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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天意啊 来 天命难为 看来啊 跟我阿姨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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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安林 我刚去设计室找过你 蔡林说你下午就走了 你爸已经出院了吧 我想去看看他 不用啊文佩 你也挺忙的平时 不用麻烦你吗 那 一会儿我能见到你吗 再说吧 好 好 一见 你干嘛不直接跟他说 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你都不让我告诉人家你是谁 我怎么给人说啊 哎 哎 改天找个时间我去见你爸妈吧 这样写的对方的真正性 如果不是现在 现在我事业的伪力还没有实现 你爸妈不会看得起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事业一定得比我爸妈做得好 才有脸去见他吧 那当然 本来我还想告诉你 明天我设计室 经文发布会 我父母也要去 想叫着你一块儿的 看来你也不过去 设计室不是早开了吗 这萧明老瞎折腾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啊 你难不是连设计室都不让我去了吧 不会的 我让你开心 哎 怪我你 养好 你拿一个 来 你先拿一个 你先拿一个 慢点啊 你吃啊 哎哎哎 你怪我 好 我养好 我养好 你才会不说 另外从哪 bail 来来来来来 我死了 真的吗 怎么了 大大人的 从小就自己让自己 不像你一样的炖炖炖 确实好吃 我今天要把这所有的菜 全部吃光 吃点米饭 慢点吃 别管我 文莲 你是这么单纯 这么可爱 我还应该复仇吗